而今天也是台中社长胡志强 他败选之后 第一次主持市政会议 他除了向大家表达感谢 他也帮马总统说话 他认为现在如果让马总统辞去党主席 只会让国民党大乱 因此他呼吁马总统 要等到2016的总统人选出炉之后 到时候再离开也不嫌晚 惊天动地的变化 市长即将换人 选后第一次主持市政会议 胡志强一如往常 一身西装走进会议室 但气氛难免有些感双 以前美国直来有一个梦幻球队 是说所有最好的好手 集中在一起的明星队 我今天要说 市府团队就是一个梦幻团队 我感激大家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13年的市长路下台一鞠躬 但对于败选谁该负责 胡志强认为 马总统现在辞去国民党党主席 不是最好选择 所以像你不赞成马主席 他马上辞 没有 我认为他应该处理好 因为马上辞等于宣布 国民党2016提前出局 可能会更乱 我真正的立场是 我只知道他说 就是宣布辞职 但是到3月的交接 因为那个时候 党的初选已经大概 决定谁是候选人了嘛 谁去谁留也许早有答案 但时间点为何 胡志强替马主席换家 即便强调自己愿意共赴党难 但为了2016 国民党还需要马总统 而将卸下市长职位的胡志强 也许有遗憾 但对个人去留却很潇洒 我在这里要说再见 谢谢 Ulan TV 钱泽民 庞晚新 台中报道